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是最近刚在美国上市的企业 因此要理解滴滴网络安全审查事件 就要先了解滴滴是为什么选择了在美国上市 滴滴自2012年创业以来 采用的是持续烧钱的商业模式 又迟迟难以盈利 一直是依赖股权融资来进行补血 公司一共融资了20多轮 融资的总额超过了200亿美金 那么上市前的股东有接近100家 包括了优步 腾讯 苹果 这些知名的企业和软银 高领 红杉 这些著名的风投机构 这些股东有些已经投资滴滴很多年了 收益颇低 甚至还有被套的 他们肯定是希望公司能够尽快上市 才能够有机会变现退出 但是大家都知道 这两年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是愈演愈烈 不少在美国上市的中国企业 比如说阿里亚 京东 百度 这些企业都纷纷到香港去进行二次上市 甚至是有一些公司还在美国进行私有化退市 然后回国来上市 那么为什么滴滴非要去美国上市呢 一种说法是美国市场的估值比香港更高 但是从滴滴IPO后的670亿估值来看 滴滴也并没有在美国获得较为理想的市场估值 另外一种考虑呢 或许是说外部股东更希望在美国上市 我觉得可能会出于两方面的考虑 第一 经过20多轮的股权融资之后呢 滴滴创始团队的持股比例已经被稀释的相当低了 上市前 滴滴董事长CEO陈维的持股比例仅剩下7% 而总裁刘青呢 持股也才1.7% 所有的董事和高管的持股总比例啊 才10.5% 而软银愿景基金的持股比例呢 是高达21.5% 优步呢 持股是12.8% 腾讯的持股呢 也是6.8%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上市之后 如果是按正常的架构呢 陈维和刘青 他们这些高管呢 对公司就有可能会失去控制 所以他们是希望 对公司能够继续保持控制 就提出了两种方法 首先是AB股的架构 陈维和柳青和朱景氏呢 他们三个人 拥有不到10%的股份 但是呢 他们的B类股份啊 每股的投票权是10票 而外部股东持有的A类股份呢 每股只能投一票 所以陈维和柳青他们几个人呢 就能拥有滴滴过半的投票权 同时陈维和柳青他们几个人 还建立了滴滴合伙人制度 英文叫做滴滴partnership 他们可以直接任免公司的执行董事 并且拥有提名和推荐 高管职务候选人的这些权利 高管的持股比例这么低 但是对公司的控制又那么强 就会产生代理问题 也就是说 高管可能在公司经营的过程当中啊 会把公司的利益向自身来溢出 而不太关心公司本身的盈利情况 也不会以外部股东的利益最大化为目标 香港的市场对外部股东的保护不足 而美国有集体输送制度 对外部股东的保护呢 相对比较到位 因此软银这些外部股东呢 可能会要求公司在美国上市 这样呢 可以通过法律工具来对管理层 进行一定的制衡 实际上这次网络安全的审查的消息啊 一公布 美国马上就有律师事务所宣布 要代表股东发起机体输送 向滴滴索赔 第二个可能的考虑是呢 滴滴赴美上市啊 目前还不需要通过境内前置审批程序 滴滴采用的是小红筹的VIE架构 也就是由境内的自然人 在开曼成立一个控股公司 然后把境内的经营性主体公司呢 通过协议控制的架构 变成境外控股公司的可变利益实体 英文叫做VIE 然后呢 再通过境外控股公司进行融资 或者去完成上市 这一种的控制架构啊 意味着上市公司的主体 是注册在开曼的境外公司 接受开曼当地的法律监管 按照目前的相关规定啊 在境外上市的时候 是不需要经过国内的前置审批程序 也不需要证监会来审批 但是自从2018年拼多多赴美上市 和2020年瑞幸咖啡的造假事件之后 监管层也有想法 要把境外上市纳入审批 并且加强对境外上市企业的监管 尽管今年5月份就曾有媒体 报道证监会要收紧 境外上市监管要求的意图 但是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明确的政策出台 滴滴也就试图赶在政策出台之前啊 赶紧抓紧到美国上市 不过中概股赴美上市 还面临着一个法律问题 为了打压中国 去年年底美国通过了 外国公司问责法案 这个法案要求呢 外国发行人连续三年不能够满足 美国公众公司会计监督委员会 英文叫做PCAOB 对会计师事务所检查要求的 那么这公司的证券呢 就禁止在美国交易 这个法案主要就是来针对中国公司的 这其实是一个老问题了 早在2010年到2011年期间啊 当时大量在北美上市的中概股 被发现造假 引发了中概股信任危机 造假发生的部分原因是 美国政见的监管层啊 没有办法看见中国公司的审计底稿 2013年 中美就曾经达成过协议啊 允许美国审计监管的机构 在执法调查的时候呢 来华查阅中概股的审计底稿 前提是美方要经过中国证监会 和财政部的审核同意 这是因为底稿里面 具有一些会计和其他方面的敏感信息 有可能会涉及到 中国的主权和国家安全的问题 中方认为呢 要通过监管合作的渠道来进行交换 并且所交换的信息呢 要符合安全保密等相关的规定 但是美国对这个并不满意 美国不仅仅是要获得中国公司的审计底稿 还提出要对中国公司进行常规性检查 等其他的要求 大家觉得以美国人的调性 国家能允许他们没事就来中国调查取证吗 那必定是不能允许的 根据2019年出台的新证券法 我国是不允许境外证券监管机构 来国内直接进行调查取证的 未经证监会和国务院有关部门的同意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散致向境外提供 与证券业务活动相关的文件和资料 这个法律法规其实主要就是针对美国的 按照美国的法律 滴滴如果在美国上市 不仅要提供审计底稿给美国证监会 还要允许美方直接进行调查 所以滴滴在赴美上市的过程中 是否钻了目前中国制度的漏洞 向美国提供了有可能损害国家安全的数据 这正是目前国家监管机构关心的事 滴滴在美国上市的过程当中 极其的低调 完成了这么大规模的融资上市 都没有公开组织庆祝活动 或者举办上市仪式 这是非常少见的 滴滴在招股说明书中 用了整整60页的篇幅 去介绍公司面临的各项风险 包括说滴滴的属性风险 司机和车辆的征兆风险 反垄断风险等 以及上市可能还需要 中国监管机构审批的风险 滴滴还强调 滴滴合伙人的利益 与股东的利益可能并不一致 可能会限制股东影响公司事务的能力 包括董事会某些决定事项 并且会使股东处于不利地位 这些都暗示着滴滴面临着诸多问题 说到这里我们来总结一下 滴滴这样的企业 在中国的土壤得到了快速的成长 却在合规性 反垄断 网络信息安全方面 存在很多的问题 出于资本的驱动和高管的贪婪 滴滴急着在美国上市 为众多资本的退出提供了条件 但是代价 却是给国家带来了安全的隐患 因此这一次国家出手 加大对滴滴等赴美上市中概股的监管 不仅及时而且非常有必要 我是焦大高筋的陈欣老师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